冰箱不智能怎么回事 其实找出问题很简单 我现在就来教大家如何检查和维修 已经到了 就是这个冰箱 是个新飞的 上面是冷藏室 冰箱正正亮的 正面是空间的 温控调到4也正常 但是冷藏室后面一点也都不凉 这个东西也不凉 再看一下冷藏室 现在这个食物也被软了 这个管子也没有结冰 也没有霜 看到吧 说明不智能 其实像这种问题 我们先摸一下这个冰箱 或者听一下 有没有压缩器启动的声音 这个没有 所以我们直接把冰箱移过来 开箱到后面 如果有声音的话 还不止冷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缺服了 插头先拔掉 这黑的就是加速器 首先我们摸一下 好 这个蛮烫的 那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启动器坏掉了 要么就是加速器坏了 如果是凉的 那一般的 上面调节的那个温控坏得多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个旁边盒子拆 先看一下这个启动器有没有损坏 这个接水盒也碎掉了 这里有两个林烟 一个保护器 一个启动器 下面这个就是启动器 我们直接把它撬出来 启动器就是这个 像这个坏了 一般咬起来会有声音的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声音 像这个问题有可能就再加速器坏了 不过我们可以直接再换一个 上去试试看 有的这上面就一根线 它这个上面有三根线 因为它这边加了一个运行电容 其实上运行电容不需要 也可以使用 换一个这个 这三个脚的 四个脚的都一样了 其实也就两个线路 这两个是直通的 这两个是直通的 预行电容也给它加上去 好了 这样我们的插电再试一下 看看加速器有没有工作 你们听现在加速器好像工作了 好像运转了 说明就是这个启动器有问题 刚刚没换之前 这个加速器一直是不工作的 也听不到这个工作的声音 对吧 像这个细管子是高压 我们摸一下 哇很烫 这边出的是低压 现在是温热也正常 因为已经是高运行 又时间长了 这边也应该有点凉才对 只要高压这边热 低压这边有点凉 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了 其实小镇的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冰箱不治冷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检查就可以了 比如问控调节的对不对 有没有声音 再摸一下这个压收机 热不热 就能大致判断什么问题 修好还是非常简单的 好这个冰箱等会撞好就差不多了 好